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云语调的东西 那么这种云语调呢 在国外是有声调 Rising tone 有降调 Falling tone 还有flat tone 有平调 有基调等等 或者先声后降 或先降后声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云语调非常关键 那么如果我们的云语调没有的话 你的发音就会出问题 或者你的发音就听起来没有那么地道 OK 为了证明这一点 我们讲几个非常简单的云语调 比如说 有个很简单的问题 很简单的问题 你喜欢英语吗 一般我们会 Do you like English? Do you like English? 听起来好像没有问题 但是实际上在表达的时候 我们是发音错误了 因为它是一句一般疑问句 你喜欢英语吗 你是用是还是不是 是的我喜欢 不我不喜欢 所以在这种问题当中 我们要使用声调 Do you like English? 声上去 Do you like English? 声调 声上去 Do you like English? 你喜欢英语吗? 那我喜欢 Yes I like Yes I do 这是你的回答 OK 那么在特殊一个文句当中 我们要使用降调 比如说我们到国外去 很搞笑的 在一些商店 我们会遇到一种找不到厕所的场景 大家肯定会有想到这种场景 每次找不到厕所就说 Where is the toilet? No Where is the toilet? Where is the toilet? 厕所在哪里? 是用降调的 因为是一般疑问句 你是要用直接要回答他答案的这种情况 我们就用降调 Where is the toilet? Where is the toilet? 降调 OK 所以升降调在英语当中展现的无疑 其实老外学会懂升降调之后 他到说中文的时候 产生了很多的很多的搞笑的地方 你好吗? 你好吗? 降调 他因为他认为 你 是一个词是可以用各种调来变的 但是他不知道 我们中文里面 每一个单词 每个字 是有第一声 第二声 第三声 第四声 所以呢 是 而且每一个声不同 意思也不一样 所以他认为是一样 因为他认为 因为在英语当中 他是有随时变换调子 每个单词可以发各种各样的调 比如说 人这个单词 people people 是平调 people people 声调和降调 所以在他看来都是一个字 人 但是到中文就不一样了 中文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 人 第二声 人 那是人东西的 不是人 我看见一个人 这就不理解了 这是平调 OK 所以呢 在他没有了解中文里面的几种声调以外 他认为英语是一样 所以我们在说英语的时候 我们知道 他是可以随时变换 疑问区大部分人使用声调 我们看到 包括一个词 sorry 很简单的一个单词 sorry 是不好 抱歉 不好意思 对不起的意思 那么当你说的音调不同 他的意思也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 sorry 声调代表什么 你刚说什么 我没听见 sorry 声调 sorry 降调表示对不起 对不起 sorry 所以声降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么包括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在 之前我们上学的时候 如果我们进入一些英文的班级 那么当我们迟到了 比如说我们迟到了 迟到了 那么你说 I'm late 然后老师看到你 你迟到了 老外会说两句话 会说一句话说 好吧 坐下 好吧 坐吧 他会说 it's okay it's okay please take a seat it's okay please take a seat 但是这种 这句话 如果用不同的音调来读 不同音调来说 代表了那个老师 高兴还是不高兴 你听 第一种音 我用一个降调来说 it's okay please take a seat please take a seat 这感觉大家猜是什么音 什么感觉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这感觉是 这个老师不高兴 please take a seat 就你已经迟到了 坐吧 就你习惯了 你已经习惯了 经常迟到 那么第二种音呢 是声调 大家听 it's okay please take a seat please take a seat 这感觉啊 没事 坐吧 坐 就是感他感觉心情很好的时候 他没有觉得他不开心的时候 所以我们知道声降调在国外音 一旦变化意思就完全不同 所以发音里面有这几类秘诀 每个单词的发音 包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重音符号 重音符号 中文也有 重音符号 就一句话当中 我们中国人在说的时候 可能每个字都发的一样频 这是频 没有强调某个部分 比如说 What do you like most about English What do you like most about English 你最喜欢英语什么 但老外说的时候肯定不是这种感觉 What do you like most about English What do you like most about English 他有重音 他有强调某某某英语 你最喜欢英语什么 What do you like most about English 他有强调某某英语 这个比如说他干嘛去 他干嘛去 你知道吗 其实中文里面也有这样的音 中文里面也有强调 那么总结这所有一系列 包括每个单词individual sound 每个单词个别发音 那么第二个是 第二个什么 contraction 联读 第三位是intonation 语音和语调 还有重音符号 那么当然还有弱读 你把这一系列总结完 这一系列我们的课程 如果你都能听完的话 我相信大家在今后 说话的时候 也能变得非常的标准和纯正 同时我们的自己的女性魅力 是不是也能提升 同时我们听老外的英文 或者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也完全不需要字母 其实他说出来跟听力是一样的 那这是pronunciation 发音的一部分 那么今天的这个线上课堂 就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今天的认真学习 有爱美的心 就一定会有更美的你 我是张庭老师 Thank you for all your attention If you have a lovely heart you will become more beautiful I'm Ting Zhang I'm Talia Sun Zhang OK 感谢大家的聆听 如果喜欢我的课程 请记得关注转发和留言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